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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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小薇 谢谢你这么勇敢的 为自己创造一个 非常幸福的路程 也谢谢诗典 谢谢你牵起了 小薇的手 今天不再是 只有你们一个人 而是你们两个人 要一起共创未来 祝福你们 幸福祝福你们 快乐 小薇 恭喜你终于要脱离 单身主的行列了 然后我们单身主的姐妹 就又少了一个人啦 不过 开心最重要 遇到幸福的人最重要 很高兴你终于找到最适合你的人 陪在你身边 可以一起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哦 要把握这样的幸福 要开心要快乐哦 耶 嗨小薇 恭喜你找到人生中 那双牵着你 引向未来的双手 那接着要送给你的这份礼物呢 放了很多 我们以前求学的照片 青色的模样 然后呢 回忆起我们从 相识相知相惜 真的非常多美好的回忆 人家说呢 一个人走得快 一群人走得远 嗨诗典 欢迎你加入我们 走得远的行列 啊 不好意思 小薇 恭喜 要结婚了 超感动的 终于有人要娶你了 还有十点 加油 要幸福哦 亲爱的小薇 小薇 恭喜你要结婚了 很高兴 终于找到一位 可以跟你携手一辈子的人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 还是祝福两位 新婚快乐 在接下来的日子 就要交由两位 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光哦 恭喜 哈喽 小薇 恭喜你 结婚了 小薇说 要先成为幸福 幸福才会来到身边 我想现在的小薇 正享受这样的幸福吧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的小薇 和我们的诗典 可以一起携手 慢慢的走 慢慢的去体会 关于婚姻里头的幸福故事 Fighting 拜拜 我来唱一首歌 祝你们幸福快乐 真的好不容易 我去走到这里 小薇 诗典 恭喜你们可以在 这动荡不安的2020年 这么勇敢的做出这个决定 把好久好久没有见的朋友 跟亲人呢 因为你们这段旅程的起点 慌在一起 超屌的 好 祝福你们永远幸福 耶 亲爱的 我们呢 选择了在一个 你很熟悉的地方 最常见的餐桌 对 耶 很开心 你终于也要有一个 属于你自己的 我 太棒了 属于自己的家 属于自己的家 对 然后呢 把这个 这样快乐 幸福的感觉呢 继续延续到 新的窝 对 很高兴你们 都可以遇到对的人 所以我们现在要给你 最棒的祝福 来 祝大家们 还有长长大大的人 幸福快乐 请不吝点赞